深夜村民在树林草丛堆 一出手轻松抓到沙士变色稀 他们会攀爬反应快 在水上乡可说是稀满为患 所以今年县府又寄出奖励金 民众也准备来赚外快 去年捕捉一只五元 今年提高到六元 奖励金共有120万 也比去年多 只是新规定确是抓到母的 才有补助 人家这么大块 不过这么小块 哪有看得到 我看得到 县府在说明会上 特地找来专家教导民众 怎么分辨蜥蜴是公的还是母的 但民众议论纷纷称 这钱真难赚 因为我们这时 暗时怎么发动呢 暗时感觉没有分不清楚 专家说其实公的沙士变色稀 头部会有非常明显的喉囊 体型也较壮 是一眼就能分辨的特征 由于往年捕捉消灭 沙士变色稀的效果还是不好 专家才会建议 要针对三公分以上的母蜥蜴 因为一只成年的母蜥蜴 它从二月到十月 大概每个礼拜 都可以进行产卵 所以一年呢 这样算起来 大概会有四十周可以产卵 但问题是抓西达人说 白天蜥蜴的警觉高 不好抓 晚上黑漆漆又要怎么分辨公的母的 恐怕民众捕捉的意愿不会太高 三连新闻廖国雄 陈嘉云 嘉亦先报道